使用油性色铅笔后 麦克笔一样可以在上面做堆叠的效果 这个我已经用油性的色铅笔画过一次了 我现在在用麦克笔做堆叠的一些效果 一样可以叠得上去 这个厉害 油性的色铅笔完了之后,再用麦克笔对叠上去 再去做一些细部,还有一些 更多一些层次 像这个海水,海水的蓝 这个 深浅不要太害怕 有没有 我刚才是用B3,现在用B2把它推开就好了 可以 所以你看这个是 我们的油性的色铅笔 再加上我们的麦克笔 的综合技法 可以让它画到像这个样 这个感觉 这边觉得不够红不够橘色的话 再把它用 我们的 油性色铅笔 把它画上去 可以 ok 这样可以啊 ok这样可以了 雷雷雷 雷雷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茨茨